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这么一个定心玩 另外一个呢 这块呢 它是一个程序性的东西 你把整个流程架构把握起来了 那么就变得非常容易 由于这讲呢 大家看起来很难 那么又考过计算回答新问题 所以老杨呢把它 切分成 三讲的内容给大家做介绍 每一讲内容不多 那么你一个一个功课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说它的基本规定 那么呢 我这块是完全打乱教材这个顺序也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啊 那么主要是方便大家理解 那么大家看这个公式 那么首先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有境外所得税收管理的问题 那么其实在个人所得之中 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看一下 企业它要交所得税 我居民企业是不是就要境内外都要向中国政府交税啊 所以我算出来是企业境内外所得的应纳税总和 那里面有境内的也有境外的 但是你要知道境外这块在所在国 收来英国已经交过税了 那么现在如果以它作为 实际缴纳的这个税额 这里边存在什么 重复征税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边扣除 怎么的 在境外已经交过税的情况 这个要考虑的 那么考虑呢 一个就是在境外交多少扣多少 那一减就可以了 那就傻瓜做法了 你交多少减多少 但是我们国家没有采取一种方法 采取什么 限额底面 那也就是什么呢 要计算 算出来确定完这个数以后 减去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额 这样一减呢 就避免了重复征税 那么同时呢 我们有这种 减免抵免优惠的 那么根据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进行扣除就行了 比如你购买啊 这种节能环保设备 投资的10%也是可以减减税额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啊 这个公式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这个啊 为什么有这个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能够知道 好了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我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了 那么这个数额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呢 哎 大家看这句话 就是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 所得是税额 在老外那交的啊 所得来英国交的 可以从当期应纳数额中抵免啊 我知道了 这句话到现在来说是废话 是不是啊 那么抵免限额 哦 它是一个限额抵免法 是什么呢 是该项所得按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啊 你境外所得按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那这个规定是什么 这个规定应该说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企业 所得税法的规定 是吧 哎 计算个限额 那么这个限额跟什么 跟你在国外缴的税额怎么进行比较 你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 那么只能在以后五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了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截转抵免 这个截转抵免的规则 跟我们当时学的广告费的规则很相似 不能说我拿过来就在后续年度 我只要是五年内的都能抵免 不是 还要考虑什么 每年啊 它的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后有余额的进行什么 进行抵补 在这块截转抵补 不是拿来就能抵 还要看当年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抵完当年以后的余额 那么这样的规则不新鲜啊 我们广告费也是啊 对吧 哎 你当年的实际发生额 没有超过标准额 那么这时候 你把当年抵完以后余额的话 可以考虑以前截转的在当年抵 但是不能说以前截转都拿到当年来抵 所以这种截转抵补的这个规则 那么它很相似于我们的广宣费 是不是 好了 那这块 它就是一个基本的确定 境外所得税抵免额的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一个标准的计算流程 也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它有一个三步法 所以你不用着急 大家要跟着我的思路走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个公式杨老师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这个境外所得 抵免额的计算问题 我们也知道这个金额怎么确定 是什么 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过程 对吧 那么当年你实际在国外交的 超过这个限额的话 可以五年截转进行递补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是好事啊 对吧 你减这个不就好事吗 那么好了 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进行这样的抵免的操作 换句话说 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减 那只有两类 第一个居民企业 第二个非居民企业 注意啊 非居民企业是可以的 所以这块大家要注意 我圈化的 非居民也可以 那他强调什么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然后取得的这个境外所得 与这个机构场所实际联系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可以把国外交的这个在这减住 明白了吧 所以不要认为只有居民企业才适用于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 非居民企业有机构场所 而境外跟机构场所实际联系的也是适用的 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一句话 在企业所说过 我说非居民企业有机构场所 还有太多太多的规定跟居民企业是一致的 税率问题 对不对 查账征收的继续方法都一致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避免一样 包括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免税收入的规定 我们是不是你非居民企业 有机构场所的从居民企业取得的也是免税的 那么他们有太多一致的东西 所以这块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规则不是什么 不是只有居民企业使用 那么也带非居民企业符合条件的一块玩 这个大家知道 好 那你居民企业 那当然就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你没有境外所得 当然就不存在这个重复征税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知道 大家看这个逻辑关系 为啥要抵免问题 怎么抵免的基本的文字描述性的规则 然后知道啥能抵 这两类能抵 这两类能抵就可以了 把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研究研究 这个抵免的具体规定 刚才老杨不说吗 你居民企业有境外所得可以抵免 非居民企业有机构场所 那么境外与机构场所实际联系可以抵 那我们就分别来说一下 他们抵是不是抵的是一样的呢 不一样 这就涉及境外所得的范围问题 同样都能按这个游戏规则来 但是这两类企业 就是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有机构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抵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区别在哪呢 这个是要文字性的能够把握一下 因为我们这块要考计算回答性问题 考试的时候可能会考这个 记住居民企业 那么从境外取得的可以抵免 包括直接缴纳的和间接负担的 境外所得税性质的都是可以抵免 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都可以抵免 记住这个结论啊 怎么叫直接缴纳呢 怎么叫间接负担呢 咱先别说 那么咱来看看非居民企业跟他有什么不一样 对比去记 不是要考文字回答性问题吗 首先我们从文字上注意上太大的差异 然后我们把目光放到居民企业 来具体说一下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 听了吧 好了 那么非居民企业 他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啊 然后选择跟机构场所实际联系 这都是不说了 快点的 注意他是直接缴纳的境外所得性质的 税格进行抵免 那就是他间接负担的不可以 只能是什么 直接的缴纳 所以他俩的区别来了 都能按这个游序规则玩 玩法也一样 都是我们一会总结的三步法 但是范围不一样 你居民企业 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都可以 当然就要比较了 都要比较 在限额内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你非居民企业 有机构场所这种情况下的 实际联系的境外所得 只能是什么 直接缴纳的 区别一定要能够对比 对不对 好了 什么是直接 什么是间接负担 一会再说是吧 好 那么然后咱来说说 这个抵免方法的 抵免方法的问题 那么所谓这个直接抵免呢 顾名思义 就是你这个企业 直接作为纳税人 从境外所得 在境外缴纳的 所得税额 在我们国家抵免 这就是直接抵免 那间接抵免呢 那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你隔着呢 对吧 你隔着呢 那么我们说 境外企业就分配 股息前的利润 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 有我国居民企业 就该向奔得的股息的性质 所得间接负担的部分 在我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英纳税额里面 我为什么读得这么快呀 不举例 感觉他很讨厌 好 那么这块我们啊 要看案例 一说案例 就都好理解了 这个案例是我自编 那个原理案例 大家注意这个数字之间的 逻辑关系 因为后边我们还会用到 这样的一些数字 来帮助我们理解具体的 这种典型立体 那么说的什么事呢 就是我投资了境外一家B公司 我叫A 那么持股比例百分之百 那么B公司挣钱了 全年税前所得一百万 然后呢 我们说那个B所在国 是外国吧 他的所得税率百分之三十 那叫多少所得税呢 三十万 然后三十万呢 一百万年三十万 税后率是七十万 七十万的这个B公司说了 全都给他分了 那百分之百分配 那我作为A 那么我投他是百分之百持股 那这个七十万都归我了 是不是 好了 这个没问题啊 讲到这没问题 那我问一下 A的我能最后拿到七十万 不能 为什么 因为B所在国的政府说 你有来源于我这个国家的 古稀红利所得 我要按百分之十 交预体所得税 所以最后我拿到手的 只有多少呢 只有六十三万 记住啊 这六十三万啊 拿到手的只有六十三万 为什么 因为我又交了一个七万的 所得税 古稀红利的所得税 交给B国所在的政府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B 他赚了一百万 交了三十万的所得税 然后呢 我呢 分回七十万 我又交了 我又交了 七万的所得税 那么好了 这里边这个七万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我作为纳税人 从境外的所得缴纳的什么税款 那是直接缴纳的 直接作为纳税人 我就是有来源于这个B所在国的古稀红利所得 所以这个七万就是什么 就是直接缴纳的 直接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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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三十万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三十万可不是我这个A公司交的 是B公司交的 但是想想 B公司交了 是不是就跟我有关系了 哎 有关系 这三十万就叫什么 就叫坚决负担的 那我们再回看这句话就理解了 境外企业B就分配股息钱的 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 分配股息钱的那个 外国缴纳的所得税额中 不就那个三十万中 对不对 那么由我国的居民企业A 就该项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 间接负担的部分 那实际上我百分之百持股的话 假如那个B国政府不交这三 不需要收这三十万的税的话 我就不需要交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相当于我 间接交了三十万 但是这个三十万注意 不是什么 不是我直接作为纳顺交的 是B交的 但是跟我有关系 这个三十万就叫间接负担 你看通过案例就很好理解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我们理解了什么叫直接抵免 什么叫间接抵免 对吧 那么接下来说说 他们两个的适用范围的问题 这块大家注意一下文字性选择题 那么直接抵免 他适用于企业来运境外的 营业利润所得 对吧 一些分支机构 对吧 他在境外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以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7万 来运以后发生于境外的 股息红利70万 我按照所在国的政府的10%交的预体所得税的7万被源泉扣脚了 这不就是预体所得税吗 这些就属于直接缴纳了 那么就是可以直接抵免 对吧 可以直接抵免 好了 然后说说这个间接的 那就使用什么 居民企业从符合规论境外子公司取得股息红利等全性投资收益 那个70万中有30万相当有间接负担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他适用于这种什么 哎 境外子公司 你看这个B公司实际上就是我的境外子公司百分之百持股 好 知道一下他的一个范 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 理解什么是直接缴纳 什么是间接负担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他的计算方法 那么要求大家记住我总结的三步法 什么三步法 第一步 视角格 第二步 红杠杆 限额 第三步比较确定 是不是跟我们企业所在说那个 业务招的广泉费很相似啊 实角额 啊 标准额比较确定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实角额是多少 那么这个案例中 你说你在国外实际交了多少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是吧 你这个居民企业可以从境外取得 直接缴纳的 多少 7万和间接负担的30万 来进行抵免 但是一共是37万 能都得到抵免吗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不能都抵免 一定要什么 要算限额 所以我们算出这个37万 就相当于三步法的第一步 叫什么 叫做实角的税额 也叫可抵免的境外税额 当然了 这道案例说明我没有错证漏证 我们在个人所作理 实际上也讲的是这个思路 是不是啊 那么如果有错证漏证 我叫傻证 对吧 或者你不遵到当地的法律交的 那就不能加到这个 实角税额中 这道题没有 对不对 那么好 大家注意啊 这道题的37万 直接缴纳的和间接 负担的都要放在一块 就是实角额 那么给它起个名叫什么 可抵免的境外税额 但是我们不能拿它直接抵免 要跟限额进行比较 所以第二步算什么 算抵免限额 所以我们就要把刚才那些话 转化成一个计算流程 第一步明白了吗 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 对不对 好了 那么第二步算抵免限额 这个抵免限额是什么呢 哎 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抵免限额就是该项所得 什么是该项所得 境外所得 按规定计算的 应该说什么规定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 或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计算的税额 对吧 那我们现在说的企业所得 又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对不对 所以那么教材中就给这么一个公式 抵免限额等于什么呢 中国境内外所得 依照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 乘以什么 来源于某国或某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除以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总额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做一个简化 抵免限额实际上就是什么 来源于某国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什么 25%或者15% 那么更简单的就是境外税前所得 境外税前所得 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啊 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 这个该项所得就是境外的税前所得 乘以按中国的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税额 那就25的税率 什么时候15% 我们在前面讲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时 我提到了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有一句话说 要给大家惯一耳朵 要跟后边有关系在这 如果审题发现他有境内外同时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他第二步抵免限额 就是税法允许抵免的这个金额 对吧 那么这是多少呢 是15% 所以是25%或者是15% 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上个例题的话 那么这个企业它的抵免限额 就是境外税前所得100万已经告诉你的 乘以中国的税法规定25% 因为没有说境内外同时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最短就是25 那么算出来抵免限额就是25 也就是你减的最多的就是25万 那能25万减不能啊 还要进行第三步比较确定 听见了吧 好了 第三步一会儿再说 那么这块我们来研究一下 25是死的 15是死的 对吧 那这道题 这个100万 这个100万 题中告诉我们了 因为是我出的题啊 我是个原理题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 但是我们出题老师 可不一定告诉你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 我们考试这个三步法做文章 第一大个点就在这儿 出题老师不告诉你境外税前所得 那怎么办 是不是 好了 那我就给大家说三个派别 我就是温柔派的 我直接告诉你境外税前所得 啥 比如说100万乘以百分之二数 三步法第二步这个流程就很容易算出来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种叫晚约派 晚约派啥 又想难一点 但是又不是特别难 他告诉你说 分回的税后所得70万 甚至有的70万也不告诉你 他说100万税率30% 那你当然很简单 100%减30%为70万嘛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通过计算 还原税前所得 把那100万算出来 这道题你比较非常简单了吧 那么分回是70万 对不对 那么我税前所得是X 然后呢 X减击X乘一 多少呢 所在国的税率30% 那不就是税前的减税不就是什么 不就是70万吗 对吧 那你70万除以1减30% 不就算出来了这个100万吗 这种老师是比较温柔的 但是呢 他不如我温柔 所以我给他请了 晚约派 晚约派 还有人叫神龙派 他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为啥 他告诉你的 分回最后这个企业收到的63万 他只告诉你63万 那你要通过计算还原 那也是要求出100万 那怎么办呢 你63万加上7万 对吧 加上7万 然后再加上30万 有时候老师有7万30万 不知道你要知道税率怎么办啊 就是审计的告你税率怎么办 那道理样多少 那63万除以1减10% 对吧 那是0.9 90% 那等于多少 等于70万 然后又回到了什么 晚约派 70万再除以1减30% 还原还原 就算出100万了 所以大家注意啊 注意啊 就是老师不管是哪种方式 基本上他跑不出 我说的这三种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的根本是 抵免限额 是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 那么如果说啊 他不告诉你境外税前所得 那你要能够换算出来 这是做文章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一定要能够把握清楚 这个原理 你把握清楚了 流程就清楚了 那么我们再变点数 有零有整的 道理都一样 对不对 好了 那么现在有个小问题 需要播放一个插曲 是吗 我们这个简化公式 我理解了 但是你们想没想过 有没有可能 中国境内境外的 应纳税所得 总额为零 相当于他亏损了 对吧 小于等于零 那这时候除以一个 小于等于零的 那么这个抵免限额 不就不伦不类了吗 那么这时候 我们有一个约定 大家要能够注意 什么呢 提示三 其按照规定计算的 当其境内外 应纳税所得 总额小于零的时候 应当以零 作为抵免限额 那也就是说 三步法第二步 就是等于什么 就等于零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 你要想完善一下 那就是什么呢 简化形式就是他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零 啥数是零 需要能够知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盈盈老师讲 税务实的这个 税法二的课程 我们有一道题 就是零 你一汇总 经内外一汇总的话 他14.92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一加正好是零 那三步法第二步 马上想到是零 那道题就 哎 不来了 听到了吧 你要算经内外 这个所得的 你看他一个负的 一个正的 一加 那么就是零 好像这个数都是14.92 如果没有记错 好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三步法 他有可能考你的 最难的界限是什么 要再难呢 就没谱了 是吧 那我们从原理的角度 给大家画了一个圈 那么你不能出这个圈 出这个圈的话 就容易被妖怪盯上 你们是我的师傅 我给孙悟空 给你画一个圈 他给大家注意 在圈里都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有同学老师 那第一步他怎么做文章 一步一样做文章 他这个七万 对吧 不告诉你 三十万不告诉你 让你算 都非常简单 对不对 我们后边 对这一块 他第一步第二步 做文章的 会结合具体案例说 好了 那么第一步什么 食角额 境外直接缴纳的 间接负担加在一块 第二步 避免限额 境外睡前所得 乘以25或15 如果是境内外 他算出的所得为零的话 那就是零 如果境内外的所得额 小于等于零的话 那他就零 第二步就是零 那第三步呢 第三步很简单 比较确定 原则什么呢 就是啥子低 第一步和第二步 熟低的原则 刚才我们算出的第一步 什么 是37万 对不对 那他大于第二步的25万 所以我们的境外所得 睡的底免额就多少呢 就是25万 那就是25万 然后干嘛 这25万 那干嘛 在这啊 你减25万就出来 这块你不重复征税了 我减25万 避免了重复征税 啊 这个完整的流程 我们一会还要结合 这个大体回答说一下的 啊 在这你需要知道这个原理 那么我忙了半天 三步法就是为了他 听下来吧 好了 三步法一定要会 实角额 限额 比较确定 啊 比较确定 自己去品去啊 自己去品去 然后说一下 有这么一个规定 是吧 你可能我这个境外 有好多分支机构 或者是 这种子公司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企业可以选择 按国别分别计算 这叫什么 分国不分项 欢迎一下就是 假如我外国有三家 啊 每家每个国家都有 那用三次三步法 就刚才的规则算一下就可以 这就要分国不分项 那么或者是不按国别汇总计算 来源于境外的 就要不分国不分项 啥意思 我三个国家全都放在一块 用一次三步法 完事 谁说 怎么分国不分项 不分国不分项 那就是刚才说 用三步法来说 就是你分国就是 有几国家用一次三步法 如果不分国的话 全都放在一块 只要是国外的全打包 算一次 用一次三步法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规则 好不好 好啊 但是不能变来变去的 一经选择 注意 可不是三年内不得变更 也不是36年内不得变更 是五年内不得改变 我们经常说 不得变更 36年不得变更 对吧 那么我们注意 这是五年内不得改变 你看这块 跟五干上了 我们前面不说吗 如果你这个 实际的超过这个 限额的话 那可以五年内 截转低眠 那我就刚才插一句 我说刚才我举那个老杨 那个案例 那个A那个例子的话 那么五年内截转是多少 那就是37万大于25万吧 是25万个台 那么好了 这个12万 这个12万 就是留待以后 五年内截转低五 就可以了 这12万在第二年 第二年当然受 第二年那个余额的限制 倒立 对不对 这个大主 是吧 好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求大家能够知道跟五干上了 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小的问题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可选择的政策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婆婆妈妈的事 什么呢 你选择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法 比如我以前是分国部分项 现在我变成不分国部分项 是吧 那这个时候啊 你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式 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适适合抵免限额时 对以前年度没有抵免完的余额 比如刚刚说的12万 那么这个时候在剩余年限内 可以按新的方法继续截转抵免 不受影响啊 方法的改变 那么没有抵干净的可以继续抵 就这么一句话 知道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企业境内是亏损 那么想想 我们有句话叫外亏不能抵内营 境外亏损不能抵境内的盈利 但是如果说是境外的盈利 可以抵境内的亏损 所以外亏可以抵内营 没问题啊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境外的盈利 分别来自于多个国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规则了 在弥补境内亏损的时候 我可以自行选择 弥补境内亏损的境外 所得来源国的顺序 境外之间的不能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境外拟补境内的 外亏可以补内营 来自多个国家的时候 自行选择这个顺序 给了那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是一定不能违反我们前面说的 外亏不能抵内营 我现在说的是 什么 外云抵内亏的时候的一个情形 别搞混了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讲呢我们要求大家掌握 我说的阳式三步法 为后续课程做准备 啊 那么一定要知道 实角额怎么来的 抵免限额怎么来的 比较规则是什么 尤其是抵免限额的三种方法 温约 温柔派 婉约派 深龙派 那么当出现不同数字的时候 我怎么把它还原 是吧 要从原理上把握 那么我们就实际上套用这个原理 那后边就变得很简单的 考题变得更简单 然后理解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在企业所得税计算中的意义 什么意义 就是我为啥子有它 然后我算完以后在哪减 对吧 然后什么情况下能够做这种减 就是这个规则谁可以玩 那么居民企业有境外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非居民企业有机构场所 然后境外跟居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 他俩可以 然后他俩可以吧 但是范围又不一样 那居民的直接接接都可以 而我们的非居的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直接的 可以了 对吧 这就叫理解境外 它的一个税收管理 在企业所得税计的意义 然后熟悉其他文字性规定 比如刚才这个可皮这些事 对吧 你用一次的三步法 还是用有几次 用几次三步法 对吧 已经选择五年 那不能变更 如果变了的话怎么办 没底完呢 可以怎么继续底 只要符合啊 这个实践的规定 对吧 可以 好了 那么这点啊 我们就带领大家学习到这 课下消化理解 再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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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